拍車在路上看到前方這台機車 竟然載著另一部機車 仔細看機車騎士載著一米乘客 但兩個人中間竟然橫放一台白色機車 後座乘客雙手還得用力撐住 雙腳只能夠垂放 一路上搖搖晃晃 機車載運機車的驚險畫面 就出現在高雄五銀路靠近三多路口 後方民眾看了 嘖嘖撐騎 全程錄影還潑上網路 網友忍不住說 台中人開寶石節去撞展場 高雄人騎機車載機車也很猛 其實之前在台南就有一名阿伯 自己騎著機車後座還載了50cc的小綿羊 誇張的是完全沒有用繩索來固定 而新北市這名男子則是騎著機車 把另一部機車放在腳踏地上 到處趴趴走 反倒引起警方注意被搜出毒品 而這個阿伯則是用機車拖著兩個雙人床墊 體積比機車還要大 其實這些危險行為都已經違規 可以開罰300至600元 但是馬路上卻時常看見 機車萬能 什麼都能在的亂象 記者您就問曾衛祥高雄 採訪報導